全副武装的士兵对着镜头比出虚的手势 呼吁民众保持沉默 防止情资外泄 影片的最后则是以F-16战机翱翔的画面作结 埋下伏笔 这是乌克兰国防部当地时间5日发布的宣传片 用意可能是要表明计划已久的大反攻已经开始 俄罗斯国防部声明指出 乌军已在乌东盾内茨克前线对5个俄军防线大举反攻 虽然攻势非常猛烈 但最后都被俄方击退 同一时间才刚拿下巴赫姆特的瓦格纳佣兵首领普里格金 则是警告乌军已经在巴赫姆特北部收复部分尸土 虽然俄国防部宣称目前已击退所有的反攻攻势 但来自前线的最新消息却指出 乌军在盾内此刻的大怒沃西尔卡镇附近 突破俄军第一道防线并成功夺回两座聚落 军事专家研判 这支乌军部队的最终目标是公网战略重镇 马力波从中路切断乌东与乌南的俄军占领区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大战前线部队在盾内此刻与巴赫姆特展破连连 在此之后美国军事分析家也认同乌军大反攻已经展开的说法 他们认为乌军目前所发起的攻势还只是试探性攻击 想找出俄军防线的弱点 另外俄军四号五号的战况报告都提及 乌军出现更大部队调动 显现基辅已经开始将西方现代武器和北约协训的部队投入作战 华语新闻 谢中越 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